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狗狗币 它从2013被开发之后 一路到现在2022年 它这十年间 它真的像三温暖一样 忽冷忽热忽热忽热的 到底是谁影响的 到底回顾一些大事件 第一个 它的狗狗币突然间有一个暴涨 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就是跟着2017年的加密货币热潮 它的这个币就被列为搞笑币 搞笑币 对 然后但是它就是算是搞笑币里的头头 像它刚刚说柴犬币啊 甚至那时候还有很多很奇怪的币 屎币你记得吗 哦 屎币好像就是虚霸 虚霸的币就被俗称屎币 所以总之那时候很多动物币 很多迷因币 我觉得迷因币称比较好 搞笑币又有点太那个 然后呢 当时这些币就被着 这个加密货币的热潮一次带动 它就涨了一波 好 但是呢 很快的 它两个礼拜后 又跌下来 然后最厉害的事情是狗狗币跌 它真的会影响到其他的币的行情 它已经有这样子的力量了 也就是说 当时它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一起涨 对不对 嗯 后来这种迷因币搞笑币 它就是经不起太持久的上涨 因为它没有实质作用 那时候还没那么厉害 所以它就跌 然后它又拖垮了一群 就是这些动物币迷因币 这就是它第一次的上想 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在 对 对 那个时候我们也还没那么了解跟演出 我们真的是从 真的是可以说是去年开始 嗯 前年吧 去年 那真的 去年演出 对 好 那么你说说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 哦这个我有印象 比特币突破 一万九千七二八三美元 那个时候 顺带也把伯格币提升 对 所以 这我有印象 对啊 我们那时候可能看到 就觉得比特币离我们很远 因为我就觉得它很贵 然后所以 就觉得它离我们很远 对 好像也不过我们的事 对 而且那时候也是觉得 对比特币的印象 就是会想到比特权 我就是可能说 为什么它要 因为它的名字叫比特币啊 就是真的是对它的那种第一印象 就很不熟很不熟 然后 也完全觉得这东西不会跟我们有关 所以就觉得 这很有钱的人 然后很厉害企业家 然后不知道在搞什么 可是 可是殊不知 就是我们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就是比特币 读到印美金的时候 对 但是当时完全不会去想 要去了解 结果连新媒体都还没有出来 那时候 光要怎么做好新媒体 都已经够我们苦恼了 那时候根本没有去想 还有另外一个职业 叫做social media manager 对 那时候连新媒体 网红 连网红是不是职业 都还有一点争议性 但这个时候 已经是家民货币 早期的发展阶段 对 所以 第二次 狗狗币就是跟着比特币升 他就一起升 但是 他也是一个礼拜又跌得很惨 所以呢 他就这样 又一个大升 一个大降 在2017年的年底 所以他2017年 就是经历了两次的升升降 然后呢 第三次 大概就是在 又过了半年 大概到2018年的年中左右 这个时候是 一个加密货币的寒冬期 但是 很有趣的是 在这个寒冬来临前 然后就有一些加密货币 稍微上涨了 其中一个就是狗狗币 这一次呢 涨幅不是那么大 就只是一下下而已 一下下就好 我突然想到这首歌 好洗脑 怎么突然 来得轻松的一样 你也料不到对吧 对 然后但是呢 我觉得第三次特别的事情是什么 是比特币的涨幅还没狗狗币大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活在 就是没有再了解那个 所以现在听起来就有点 对 前面这几次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没印象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的名字 还没有被提到 马斯克 对 因为前面这几次他还没有来闹 所以这几次大家应该也听了 不会有印象 再来就慢慢开始了 然后那个马斯克大概 在下下下次就会出现 对 我们现在来到第四次 嗯 第四次是什么 你来说 以太坊狗狗币网桥测试 对 这个东西我们当时 应该也会有一点印象 但是那印象也是 只有停留在就是 喔 又有一个以太坊 以太坊 喔他这个时候就在测试 他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 就是 他们区块链会在同一个 对 他们这个网桥就是 简称就是 网路桥梁 反正他在指的就是 这些什么区块链 之间 能不能再联通一点吗 因为我们之前知道的就是 每一个币 他之间是很独立的 他们的流通性很差 以太坊 当时之所以诞生 能成为第二名 就是因为 他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 他很像在盖交通道路 以太坊就是 他就是会 大家会觉得 一定要可以拿来托车 相对明硬币的话 因为他是一个 有技术在背后支撑 没有办法直接买彩权币 你要先去买以太坊 再去买彩权币 好像 还是 我有点忘记 因为以太坊 等于就是一个最大的公链 就是说 最公链 所以他就是 他提供了 这些币 一条 可以就是 交易的那个路啊 他打了这些路出来 所以说 现在 到就算到现在 仍然有非常多的币 都是要 透过以太坊的路 去输送 这些 对 这些是没有成 是不是 后来好像狗狗币 是要 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 重点就是 他这个网桥测试 那时候就是 也让大家觉得说 很明显 能感觉说狗狗币 要是这个网桥成功了 那 狗狗币的应用程度 会大大提升 因为他流通性更好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很自然的就上涨 后来以太坊 自己先跌 然后呢 他们 当时以太坊 也还没有大到现在这么稳 所以他当时 以太坊一跌 然后就说 他们的资金 有一点问题 所以 这个网桥的 这个测试跟开发 这个事情 就稍微要 要暂停 结果从这个暂停之后 好像就 就再也没有消 没有消息 这就是第四次 第四次的这个 狗狗币的这个跌 他这一次是跟着以太坊 你看他很会跟 就是 他之前跟着 他之前跟着 比特币 然后还有以太坊 然后他自己还曾经 拉卡过一些 跟他一起的那些 山寨病 迷病 然后再来 第五次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是在TikTok上面 报名 这个我反而没有 印象 这个我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在玩 就是没有在看TikTok 但TikTok真的是 为什么TikTok 你要叹气 我知道TikTok 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在玩 那个时候 就是从2020年开始 玩到最近 基本上都是蛮大的 TikTok 对 2020年中 现在是第五次 已经来到2020年的中间 然后这个时候 那时候TikTok 才刚刚起来 对 也还没有到最爆的时候 你知道他现在变了两年了 对 反正变了两年 就是真的平台会越来越快 就像我们第一集 视觉化的 pockets有说 那个app 叫什么 Guess Guess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的这些 新的网络的东西 都不能小看 就是 你认真去看 如果他很有潜力的话 你赶快上去做 可能 可能下一个 就可以沉上那个风 对 下一个大王就是你 真的 真的很难说 然后 现在起起落落的太快了 Instagram这个Facebook 你看最近名声越来越差 你知道最近 对 小聊一个题外话 就是最近知道IG 也有一个负面的事情 就是大家开始在反映说 那个IG Reels 出现很多裸露的照片 裸露的那种类型的影片 然后问题是 你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可惜 就是还是要看一下吧 但是 重点就是大家很反感 因为 很多人他们平常可能 有自己刷的习惯 好比说爱看料理的 对不对 像你爸爸就喜欢看煮什么东西 那结果 不管你是看什么 结果他们就有一阵子出现了问题 就大家都大量的 会自然就是曝光 都是这种比较 十八镜的 比较 就是比较新山蛇的东西 然后就引起很多人反感 好比说 尤其是有小孩的家 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小孩现在都刷得到这次了 这样这么容易 因为 Reels 它的操作就是跟TikTok很像 休息区到咯 大家先自由活动一下 再准时回来集合 体验后面更精彩的虚拟人身行程 好比较新山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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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较新山蛇